許小新這一趴是什麼呢 我坦白講 想要搶風頭我們可以理解 但是沒有人作秀搶風頭 搶到這種程度的 他比較矮嘛 然後記者圍住之後呢 他就突然間找了一個椅子站上去 要大家拍他 然後他站上去之後呢 他就想從最右邊的發言台 要走到中間 前面是有路可以走過來 可是他沒有 他直接把椅子上 把椅子當作樓梯往中間走 他就走椅子 那不好意思 剛好每一張椅子上面都有個屁股 每一張椅子上面都有一個人 所以就走到蔡玉宇的肚子了 對 他就踩著人走過來 然後我就跟他講 我就看到他那個鞋跟 因為我不懂台子 他那個鞋跟好長好厚 他還穿高跟鞋 對 很厚 他就扎在蔡玉宇 我當下心疼得不得了 我替蔡玉宇的爸媽覺得心疼你知道嗎 那個鞋跟就陷進去了 就踩下去 然後蔡玉宇跟許智傑都坐在那裡 他踩過他們兩個 我們就跟他講說不要踩人 對 有 其實有說 蔡玉宇其實只要動一下 掙扎一下 他就掉下去 對 蔡玉宇跟許智傑還怕他掉下去受傷 動都不敢動 讓他踩在他肚子上面 所以蔡玉宇知道咬牙忍住 他都不敢動 我跟你講 他是踩在肚子跟大腿接縫那個地方 等一下 肚子跟大腿接縫 我們俗稱該鞭 確定 我也不知道叫什麼鞭 蔡玉宇其實很痛 我還想到蔡玉宇的表情 我就跟他 我就跟許智傑說不要踩人 對 他還在那邊嘻嘻哈哈的 這就是國民黨中途開 每次都在他們構成都在琴弦樓開 對 在琴弦樓開的時候 開到一半就說 直接改做內政委員會開 所以高津宇美就早起 原來內政委員會外面的走廊 對 我們現在改地點了 他在走廊宣告 現在改地點了 我說要改很簡單 你要改時間改地點 改時間改地點 可不可以改 可以改 但是你要跟這些委員講好說 難怪高津宇美在走廊宣告的時候 大家都吵起來了 對 然後呢 他們就整群都留住他們 如果那個群選手會議室 就開始說要開花嘛 要開花才有資料嘛 對 可是這個議場的工作人員 資料都放到原來內政委 因為剛剛在等嘛 當高津宇美一晚才可以開花 那資料很多嘛 資料很多 他們就一站哦 那個工作人員要把一台推車哦 要往外推你知道嗎 他就去吳思雅 吳思雅說你要推去哪裡 對 他說沒有啦 因為裡面比較讓我們推來走廊 吳思雅說不是哦 開會在這裡 你不要推出去哦 那個工作人員說好 那我再推回來 所以他們趕快臨時弄一下 連打字都打錯 議事人員打成這個沒有議事的議事人員 太陽春了吧 然後他們開會就桌上都沒東西 都沒東西 也沒會議記錄 什麼都沒有 然後就就沒辦法開了 然後連打字都亂打一通 對然後就沒辦法開 我跟你講這件事情哦 改這種地點哦 韓國瑜你要出來處理 對 因為韓國瑜你這條如果沒有處理就對了 任鑑正和招委哦 快就清洗壞 一天生活休息 走去外面有空的地方 我們現在改會議地點 然後就叫我們黨的一起進來開 整個說不好意思哦 開完了 可以這樣哦 國對哦 因為民進黨也有招委啊 對啊 以後都在外面宣佈 在這個三立對不對 新台派上那些攝影棚召開 那都來不及啊 對啊 韓國瑜可不可以 韓國瑜以後他大廳沒辦法處理 對 他跑來議場外面 白色的廣場 我們現在趕來這裡開會啊 沒有意見沒有意見就招案通過 可以這樣嗎 不行 不這樣搞到最後沒完沒了嘛 對 所以包括陳志涵 陳志涵那個韓國瑜你也要處理哦 對 一個立委的助理 可以跑到委員會裡面 還在那邊開記者會 還直播 跟立委唱聲 對 韓國瑜這一條你要處理哦 請問陳志涵你哪位啊 韓國瑜這一條你如果沒有處理就對了 你看他的作例最五六百的 那很簡單嘛 我下次很講民進黨51席51個主任嘛 全部對著韓國瑜照三餐罵啊 對 可以這樣嗎 不知不知大臉心啊 這就是他已經忘了他是誰 然後還跑到裡面去 這兩件事情 你看陳志涵還有臉在委員會裡面 受訪開記者會 就大姐你哪位啊 韓國瑜這個事情要處理 亂況會議室這個事情要處理 如果你沒有處理 你也沒有資格沒有能力 當立法運輸長 分享一下阿川分析 現在王定語委員在我們線上 我們來跟定語委員來連線 定語委員 這個好不容易在擺盲之中跟我們連線 因為狀況是這樣子的 今天一大早 民進黨終於打了一場勝仗 因為之前要人數比不贏 要舉手比不贏 可是這次終於把委員會 內政委員會贊助 我們得到訊息是其實昨天晚上你們就發動了假動 要求大家來突襲這個內政委員會 這狀況是怎麼樣呢 我可以揭露這段秘心 昨天在搭高鐵開完會搭高鐵要回台南 光在半路上就接到 吳思瑤這個幹事長一個一個打電話 不經過助理 告訴我們 立即準備回頭 我們要在 我們要在 凌晨的某一個時間點集合 要撫小出擊 然後所有的助理 包含黨團發出來的簡訊 都是早上八點集合 可是我們 民進黨團的委員 每一個人收到 心裡面充滿了叉叉圈圈 充滿了聖光 所以還特別交代不要派公路車 不要跟自己的助理講 然後我們今天在早上五六點的時候 就來到紅樓202 也就是內政委員會指定開會的地點 然後後來我們就進到裡面去 我們大概從六點鐘 就在內政委員會把它站下來 所以這件事情是這麼這麼的精細 好那接下來第二個問題是 就是我們現在畫面看到 那國民黨發現你們站在這邊的時候 他們表情是什麼 因為我看到畫面是 國民黨很生氣 國民黨也開始繞廊 結果繞了一個徐曉昕 徐曉昕就踩著蔡玉宇的肚子往前爬 今天早上畫面真的很混亂嗎 委員 你現在看到的其實已經是part 2了 是嗎 我們早上 立法院都是七八點開始簽到 登記發言 然後九點開始開會 然後早上的時候 快到八點的時候 國民黨有一個委員 台東的那一位 他就突然間走進來 看到民進黨五十幾個委員 通通塞在那間委員會裡面 他第一句話就說 是發生什麼事情了嗎 然後我們還會問他說 那你們國民黨發生什麼事情 他說他也不知道 那徐曉昕這一趴是什麼呢 我坦白講 想要搶風頭我們可以理解 但是沒有人作秀搶風頭搶到這種程度的 他比較矮嘛 然後記者圍住之後呢 他就突然間找了一個椅子站上去 要大家拍他 然後他站上去之後呢 他就想從最右邊的發言台 要走到中間 我在中間的位置 可是都是人 他怎麼走 沒有 前面是有路可以走過來 可是他沒有 他直接把椅子上 把椅子當做樓梯往中間走 他有路不走 對 有路喔 前面是有路可以走的 是 他就走椅子 那不好意思 剛好每一張椅子上面都有一個屁股 每一張椅子上面都有一個人 所以就走到蔡玉宇的肚子了 對 他就踩著人走過來 然後我就跟他講 我就看到他那個鞋跟 因為我不懂台子 他那個鞋跟好長好厚 他還穿高跟鞋 對 很厚 他就扎在蔡玉宇 我當下心疼的不得了 我替蔡玉宇的爸媽覺得心疼 你知道嗎 那個鞋跟就陷進去了 陷進去 肉陷進去 就踩下去 然後蔡玉宇跟喜智姐都坐在那裡 他踩過他們兩個 然後我們就跟他講說不要踩人 對 咬幾有說 然後蔡玉宇其實 只要動一下 掙扎一下 他就掉下去 對 你知道蔡玉宇跟許智姐還怕他掉下去受傷 動都不敢動 讓他踩在他肚子上面 所以蔡玉宇知道咬牙冷住 他我不敢動 我跟你講 他是踩在肚子跟大腿接縫那個地方 等一下 肚子跟大腿接縫 我們俗稱該鞭 確定 我也不知道叫 我不知道叫什麼鞭 只是蔡玉宇的肉比較多 就是這個鞭鞭 蔡玉宇肚子的肉跟腿是連在一起的 然後球流下去 那他就踩在那裡 然後蔡玉宇其實很痛 我還看到蔡玉宇的表情 我就跟他 我就跟許智姐說不要踩人 對 他還在那邊嘻嘻哈哈的 然後就走過來這樣子 是 所以我坦白講 要作秀 或者你們要在那邊鬧 我們大家意識攻防 我可以理解 對 怎麼會用傷害別人 來創造自己的聲量 然後他去外面開記者會 竟然說他是被 什麼一個很壯碩的 他在講網美會把他壓制 網美會看到他開記者會 差點在202會議是吐血你知道嗎 是 網美會根本沒有去弄他 他竟然說他被網美會壓在記者上 網美會是爆他而已 對 他其實說謊 我談都用說謊 用傷害別人 來成就自己的聲量 我不曉得這個是不是 詐騙集團的必備的基本功勞 但是基本上他在今天委員會 做這些動作 罕見 真的罕見 好那定宇哥我想再問另外一件事 那今天整個會議是 早上就被民進黨霸占住了 對不對 那中午的時候 國民黨忽然發了一個聲明說 要改去群弦樓101會議室 那個會議室是教育文化委員會 可是定宇哥你說 不好意思 這個宣佈 你不能在走廊上宣佈 如果以後可以這樣搞話 以後大家就亂宣佈 去哪裡開會都可以 這真的違反意識紀錄嗎 不是違反意識紀錄而已 意識規則 這是一個違法的宣告 我這樣講好了 大家回想太陽花的時候 是 當時學生佔領議場 張慶忠的案要準備23讀 對齁 黃金平馬英九難道不會去擠萊登 包一個結婚典禮用的 在那邊把他唸兩次就23讀了 對 因為在國會 立法院的開會 地點時間都是立法的必要程序 是 其中任何一項不合法 這個立法就無效 對 所以今天高金宣佈的開會地點是 立法院紅樓202會議室內政委員會 開會時間是上午9點到下午5點半 我舉個例子 如果高金想說我不要開到5點半 我想開到晚上9點 你必須在委員會有人提案 叫做延長開會時間 你才能延長開會時間 否則5點半自動就散會 同樣的道理 今天如果在202開會 招偉可以在外面隨便宣布換地點的話 那以後我也來 我就到鄭浩你家宣布開會 新台派攝影棚開會 叫議事人員來我們這一個 李鄭浩的攝影棚 大家弄完我們就通過一個法律 每一個人都要交2000塊錢給李鄭浩 可以嗎 不行 開會的地點有法定的過程 所以高金宿媒當然可以變更開會 地點 他必須進到 因為他早上在那邊宣布開會了 他就必須進到202的會議室裡面 所以高金宿媒也知道啊 所以你沒有來到這個議事廳裡面 公告 宣告是什麼意思呢 宣告不是你聽到的意思 宣告是我來到會議的現場 宣布變更開會地點到群銜101 這時候可以過去 第二 議事人員是跟著議程走的 議程在哪裡 議事人員就在哪裡 公告開會地點202 開會時間9點到下午5點半 沒有經過合法的宣告 議事人員當然留在這個地方 他不能亂走啊 所以如果大家 你去調今天立法院的直播 立法院內政委員會的直播 都在202 沒有到群銜101 所以群銜101是偽政權 偽政權 弄了一個假的內政委員會 所以高金宿媒知道 他要進到這個會議室裡 那當然因為議事 杯閣工房 他進不來 進不來 他就在走廊上 用咻的 然後到外面 用打電話 叫議事人員離開 打電話 定會議事 去到他們那個偽政權那裡 當然這都 所以議事人員不能離 不能走 就議事人員不能走呢 王洪威跑去中正義分局 告我們綁架 等一下 國民黨剛下午還去告你們綁架 對 他分兩路 王洪威先搶風頭 跑去中正義分局 然後國民黨團又一群人 跑到了地檢署 要告我們什麼 妨礙自由綁架 不好意思 議事人員是因為議程在202 他人就在202 我還請他們吃炸雞 你還要請他們吃炸雞 我有相片 難道他是我的肉票 我還得為他炸雞 他們是可以自由進出的 是因為議程在那裡 他們必須在那邊 然後好笑的事情來了 你知道他們跑到群銜 教育委員會那邊不是開會嗎 你這應該調他的影像檔來看 台下沒有議事人員 台下沒有部長沒有官員 然後他們就好像在演歌仔戲那邊 假裝質詢 假裝演講 還自己宣布散會 對 所以國民黨要沒收人民的罷免權 然後採取的是這麼荒謬草包的 非法手段 那我最後要講 早上還有一趴 是民眾黨的立委都沒有來 對 民眾黨的黨工陳志翰出現 跑出來直播 他拿著 他直播怎麼直播你知道嗎 他拿著手機 抵到我們民進黨在場委員的臉前 然後在那邊直播說 這些都是薪水小偷 那我們就說奇怪了 你們的立委一個都沒有到 派個黨工來 然後說這些在那邊開會的人 叫薪水小偷 是哪一國啊 你們不只是薪水小偷 你們還偷我們的火龍果 以後還要偷小玉西瓜 所以那一趴是這樣來的 然後剛才黃國昌開記者會說什麼 說我啦 中嘉賓 我們這個不同委員會的招委 不務正業 跑到內政委員會 說那不是我們的工作 所以我們才是落跑啦等等 欸 黃國昌 你那時候我們在 國會濫權法案的時候 你躲在韓國瑜的後面 幫傅昆齊走著後門 那是你的工作嗎